老婦人倒在客運車頭 通道根本動不了 外頭下著滂沱大雨 其他路過的民眾一看到發生意外 立刻上前關心 並且幫忙撐傘 救護人員貨報也立即趕到現場 小心翼翼把婦人移上單架 過程中因為婦人身上有多處擦錯傷 還聽得到婦人不斷哀嚎 一旁路人也緊盯救援過程 就怕發生意外 救護人員立即將他戴上警圈固定 趕緊送往醫院急救 但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十四號晚間十點半左右 台北市經貿一路與南港路口 當時這輛國光客運準備右轉 但是因為雨勢太大 燈光昏暗 就直接撞上過馬路的正姓婦人 由於事發突然 招式駕駛也嚇了一跳 我這條右轉 趕緊打電話回報公司 同時也很擔心婦人的傷勢 警方經過調查 懷疑可能是視線死角 才會導致致起意外 當天的雨勢還不小 當晚雨勢不小 所以他駕駛人的說法是說 他視線的狀況不是很清楚 大客車轉彎本來死角就多 再加上連日大雨更讓視線不佳 警方提醒民眾過馬路時 盡量與大客車保持距離 駕駛也應該減速看清楚 免得意外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記者也嘉明 郭安寧 夏軍臣台北報導